台湾上报,美国内的不止要爆发新内战吗?作者,郭宝胜,新年1月11日,美国专栏作家弗里曼,在纽约时报发文,拜登与千尼联手竞选2024,在美国政界掀起一阵波澜。该文认为现在美国政治两极化非常严重,有可能导致美国分裂和内战,为了挽救民主。 2024年竞选总统时,拜登应该跟共和党里面,亲民主党的领袖千尼搭档合作来竞选政府总统,以实现两党的团结。 这篇文章还以去年以色列佐、右翼政党联手组割,将极右翼内塔米亚胡赶下台的案例,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里的中间派合作,可以断绝目前还极具影响力,但在制造分裂的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前途。 无独有偶,1月7日美国前总统吉尼卡特在纽约时报发文,指出,我们伟大的国家如今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 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将面临真正的内战危机,导致宝贵的民主制度就此丧失。美国人民必须抛开分歧,共同努力,以免为时已晚。 令全球著名政治学家福山也在最近发文,指出,美国当今最大的一个弱点在于其内部分歧。 1月6日的事件将美国的分歧标注起来并加以深化,因此,它将在未来几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3位美国政界有影响力人物的断言绝非威严耸听,空穴来封,美国国内政治目前的两极化,对立征战,混乱无序毫无减弱的迹象。 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追随者们,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先有达成的共识,几乎都是针锋相对,为反对而反对。 尤其是有关气候变化,2020大学舞弊和疫情制,理措施上,两党之分裂,也是同水火。 另外,中国、俄罗斯等意志不断地在美国国内制造谣言,假新闻,鼓励美国的分裂分化,力促各种极端势力及其政见的扩大和强化。 而一个时刻处在分裂,混乱乃至最终发生内战的美国,是非常符合中俄国家利益的。 日益分裂的美国只能疲于奔命于国内事务,那有精力来对付中俄两国变质全球的流氓行径,也无法真正联合盟友来围堵,遏制和反击中国这样一个专制霸权。 毋庸置疑,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共的遏制和压力是中共倒台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分裂加剧甚至引发内战,那么导致中共倒台的外部因素将不复存在。 所以,那些一方面要反共灭共,另一方面加剧美国两极分化,对立分裂的人,真是不知居心何在。 无论如何,美国国内政见的分裂是一件经者痛愁者快乐悲痛之事。 两极化,polarization,是美国政治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显著的特色。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问题成为两党聚焦的议题,堕胎、同性恋、女权、持枪权、移民政策等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众多左派政治学者认为,1992年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帕特布侃南,在共和党选举大会上的发言,可以视为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开端。 帕特布侃南当时宣告美国大选其实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文化战争,就像冷战一样,是为美国的灵魂而战。 将政见之争上升到宗教与文化的高度,而且把大选看作是与敌人的战争。 这明显将美国政治,尤其是大选走向两极化。 后来经过911和奥巴马侵慕斯林政策,导致基督教、价值观为背景的保守派,危机感越加沉重,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斗争日趋剧烈。 到了查党和班农煽动的民粹主义,保守派对进步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川普的崛起和当选,使这种对立达到美国历史上除了内战时期外,两党无所不用其极来对抗打斗,不共戴天的危险境地。 在1990年代以前,美国两党中的极端派所占比例极小,两党中中间派Moder,居多,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也不高,因为选那个党上去政策都差不多。 而参加选举的人都会一边倒地选择某个人,很少票数不相上下的情况。 如1984,年里根赢得了,97%的选举人票。 这一位几乎所有的州都倾向于一个方向。 而自此以后,这一数字不断下降,到2016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川普和拜登仅赢得了美国56%的选举人票。 政界分歧的鸿沟越来越大,而由于担心对手当选,所以投票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 而两党中的中间派持续减少,极端派却不断增多。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4年到2014年,表达一贯自由主义或一贯保守主义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从10%,翻了一番至21%。 而到2020和2021,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地上升。 时至今日,两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现在除了对外政策以外,几乎每个国内政策,蓝红两党都严重对立,吵个不可开交。 如南部边境移民、空枪、气候变化、女权、BLM运动等议题,尤其是疫情应对措施。 2020大选是否舞弊两个问题,蓝红非常对立,水火不容。 共和党为核心的保守派千方百计阻挠拜登的质疑措施,表一万个理由不戴口罩,不打疫苗。 在对待2020大选问题和1月6日follow问题上,也与民主党对抗到底。 至今至少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员还认为,2020大选被偷票了,而参与1月6日的都是爱国者。 川普这位极有力量的代表,至今在共和党中的地位无人取代,2024年恐怕他还回卷土重来。 川普归来,意味着他代表的对对手的肆意污蔑满马,不惜制造谣言,阴谋论来抹黑和打击对方的政治文化就会回归,而语言上的暴力会很快转化为现实中的暴力。 正如福山在其最近文章中指出,11月6日成为美国民主的一个,尤其令人担忧的污点的事实是,共和党并没有谴责那些发、启何参与闹事的人,而是试图将其合理化,并清除党内哪些愿意说出2020大选真相的人。 同时谋求2024大选川普再次上任。 显然,川普及其引发的1月6日骚乱并没有翻篇,美国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而1月6日恰恰预示了美国的政党之争,如何轻易演化为暴力冲突? 它是美国内战的预演和前奏。 思想、言论上的暴跃之气,会很快转化为现实当中的暴力。 根据卡特前总统的最近文章指出,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 36%的美国人,也就是接近以以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成年人, 认为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可能需要用武力加以挽救。 华盛队邮报最近报道称,约40%的共和党人认为,对抗政府的暴力行动有实施正当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两党的分歧对抗正在走向暴力化, 甚至可能有爆发内战的苗头。 根据Michelle Goodberg在纽约时报的最新文章,我们正在面临第二次内战吗? 一文指出,加拿大研究暴力冲突的学者托马斯·荷马·迪克森最近敦促, 加拿大政府为美国的内战做准备。 他认为,到2025年,美国民主可能会崩溃,导致国内政治极端不稳定, 包括广泛的国内暴力,到2030年,甚至可能更早, 这个国家可能会被右翼独裁统治。 正如约翰·哈里斯在Politico网站中所写, 现在严肃对待此事的人,都在说内战了,不是作为隐喻,而是真实存在的先例。 众多的判断,预言都绝非空穴来风,威言耸听, 美国进步派与保守派、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毫无章法的内斗如果不止息, 那么美国就有爆发战争甚至内战的可能性。 当务之急,每个美国人,无论左、中、右,都应该从美国大局出发, 与政治对手和解联手,化干戈为玉帛。 每个公民的政治观点可以保持不变,但绝对不应该极端化、暴力化。 作为美国的华人,尤其不能在两党的内斗中火上浇油、推波阻拦, 不能轻易跟极端势力一起散布假新闻、谣言和阴谋论。 因为这些事只能导致美国的分裂加剧甚至走向战争, 而这个结果正是中共习近平独裁政权所求之不得,朝思冥想的。 那些每天加剧两党对立的华人, 实际上在干中共政权特别想干的工作。 另外,美国两党的有理性的精英们, 也应该重视弗里麦有关拜登与切尼联手竞选2024的建议, 两党应该充分联手,一方面共同对付政界的极端化人物及势力。 绝不能让极端人物重返政坛, 另一方面两党应组成联合政府,实现美国两党的和解与团结。 只要美国不再有激烈的两党内斗, 只要美国社会逐渐铲除了极端势力, 那么这个团结一致的美国, 正是中国、俄罗斯等大小独裁者们所惧怕的。 而这个美国, 正如冷战时期所显示的能量与实力, 最终会彻底地打败中共这个, 异常狂妄嚣张的专制恶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欧见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